Hello,大家好 真的要恭喜美国 因为美国昨晚 他们的道琼指数竟然来到一个历史新高 破了一个3万点 OK,这是非常惊人的 首次让之前很多看空美股的所谓专家 真的是大跌眼镜 因为你可以看到像之前很多人也是讲 美国的指数道琼来了这么的历史新高 其实之前已经很高了 那么他们认为说 应该会来一个熊市 让这个道琼跌下去 谁知道道琼就来到破了一个3万点 OK,相当之夸张 当然美国股像他们的indicator 就是PE肯定已经来到一个相对较高 这对全球而言是非常正面的一个信息 因为我们知道疫苗非常快乐 OK,我看到新闻说 英国政府也是考虑 可能他们最快下个月1号的时候 他们就要紧急施打了 这个美国辉瑞公司的一个疫苗 因为英国最近也是相当糟糕了 他的确诊跟死亡人数是飙了上来的 然后英国之前也推行了一些封锁的一些措施了 所以欧洲方面我们看到当然最近新冠肺炎 这个数字是挺可怕的 所以我觉得欧洲的市场 因为一来他们也是比较有钱的一些国家 所以他们有这个财力上如果相对比较能够负担的话 那么当然相信他们也是很快可以得到这个疫苗 然后来让他的国民来做一个紧急的施打 要来进一步让病毒的传播跟他慢下来 这是很多国家要做的事情 当然全球目前确诊破了6000万 现在是6082万1219人确诊 死亡人数1428912个人 美国方面确诊最多的国家 虽然是说他们国内目前已经有几只疫苗到了一个最后阶段了 过程似乎的相当的一个顺利 包括他的Moderna等等的这些公司 他现在确诊人数13139882个人 他的死亡人数268262个人 马来西亚方面我们今天三位数不错 增加935个人确诊 然后我们总数是60752个人 然后今天又三个人死掉了 OK死亡人数目前是348个人 股市方面今天不错 马股 然后当然我们的预算案终于通过了 基本上其实没有太大的意外 因为从他们的表态你就看到了 其实大部分反对党议员 就是之前的西门 当然很多像公正党的人 基本上他们都是知识 让这个预算案过关 比较强烈反对的 当然是老马 老马跟他身边一些人不会多了 大概几个人就强烈会比较有一个反应 不过大体而言有惊无险 这一次预算案算是通过了 然后最高援手当然也是祝贺了 然后也是说 做得非常好 你们至少没有把这个东西政治化 让他早日过关 当然对稳定我们的股市也好 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马股KLCI也是起了14.53点 所以closing又占回了1600点水平 close在一个1612.11点 所以蓝筹股当然今天也是起了上来 然后大势是不错的 因为今天上涨的counter782个 下跌的只有345个 然后来到今天医疗概念手套股 又开始起了 AT母股17.6% Warrant C29% Supermax C1I Core Warrant 9.5% Solution 9.8% Solution最近很凶 来到一个一年新高 股价飙了相当之夸张 Turglove顶级手套 今天终于起了一个6% 因为这一段日子以来 他的员工特别是外劳 就有很多人确诊 没有办法 他就有他的某个地点的工厂 被迫要放至少两个星期 这个假期 然后顶级 他很多员工都要 现在这两个礼拜之内 也要做一个筛检了 当然如果确诊的话 就要进行医治的一些动作 当然对他今年的一个贡献 他的Net Profit 可能会回调一个几%在那边 当然问题不大 因为他毕竟是全球最大的一个手套厂 只是他一些工厂短期 maybe两到四个星期之内 有一些的影响 他的交货会延迟了一些 当然在我的选股服务 James Stockpick Buycore里面 我有Buycore这一支 顶级手套 然后我Buycore到现在的回酬 也是有258% 也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Luster又5.4% OK 所以可以看到医疗概念 手套股是不错的 今天又反弹了上来 Iris今天夸张 飙了18.3% 可以看到他的大股东 Dr. Paul Seng 一天竟然买进 400万股Iris的股票 当然他是很有钱 他这段期间 这位Dr. Paul 一直不断的买进Iris的股票 他是非常看好 他这间公司的一个前景 然后Paxson 今天终于起了一个12% Paxson这家百货公司 在很多more都有的 他昨天的业绩是不错 应该是亏少了 OK 比亏比较少 QOQ进步90% YOY进步51% Paxson主要他是靠中国那边 因为他中国的operation 其实是赚钱的 那中国之外 当然就会比较差了一些 所以中国是他的一个主力 Paxson这家股 然后GCAP 今天7.9% 大股东Mr. Lee Paul Hing 也是一天买进了11万股 然后Vibor.com 他最近母股就回调非常之多 但是他的Warrant E 今天起了12.8% 所以最近你可以看到 当然Vibor.com 这段期间 其实还是涨了非常非常多 所以有人就把他的Vibor.com 用Warrant E来做一个exercise 把它变成母股 他也convert了230万个母股 然后今天当然挺多鲜股 也是表现不错 像KTB这一家 今天也是 OK 快要limit up 起了一个29.7% 非常 非常之夸张 所以我本身当然这段期间 不停在做一个选股服务 James Stockpick 就是每个星期 我会出一份Bicore的报告 上面会有几家公司 我根据这个价值投资基本面 来做一个选股 当然来到今天 非常多的选股表现 还是非常不错的 像JAX JKS 今天狂起10.3% 所以在64.5分的价位 所以JAX 最近的right issue 非常成功 over subscribe OK 几乎over subscribe 接近30% 然后 当然今天i3 有人po了一个新闻 就是他的Unit 1 越南的这个发电站 他的Unit 1 终于开始进入COD的status 开始卖电给越南政府了 所以种种的好消息 再加上预期 应该很快要公布的业绩 会是相当不错的 所以就起了上来 很凶 所以如果你是之前他 价钱低迷的时候 然后他的right issue 你又做了非常大的话 真的是恭喜你 因为今天他的warrant 竟然起了相当夸张 起了相当之多 所以我要恭喜JAX的老板 对他的老板 这是right issue 是花了5000万 来做这个right issue 他也当然得到了非常多 JAX的warrant 也是起了非常之夸张 OK 真的是恭喜他 至少目前是赚了一笔 所以之前BuyCore 57.5分 这个JAX orR 如果你卖掉的话 你拿到50.4分 这一年10个多月 也是有100%的回潮 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 他4年才会有 然后 Karex今天也起了4.2% 所以在87分 最近他的director 也就买票 Mr.Gore Lenggan 他一天买进了10万Karex 这个股票 之前BuyCore 44.5分 派了股息1.5分 这一年一个多月 也是有99%的回潮 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下4年 Meet & Ovation 今天4.1% 本收在4.04分 我之前BuyCore 1.67 他也分了股息10分 这一年5个多月 也是有269%的回潮 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上8年才会有 当然 还有其他BuyCore 我这边不说了 所以非常欢迎 你可以来Join一下选股服务 每个星期 你会收到我的一份BuyCore的报告 上面会有几家 我根据价值投资基本面来做一个选股 这种基本面投资法 当然就是要看财报的 跟技术派的做法是非常不一样的 要去看财报 了解这家公司 他的前景最主要是从现在跟过去来看 他的一个未来 当然管理层的能力 管理层的这个Track Record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方面 公司的资产是不是会比较多 然后债务必须可控 钱收得回 顾客欠的钱 必须收得回 然后他的现金流 他必须有能力参还 他的债务等等 然后公司有没有派发一个股息 然后公司的生意前景 中长期而言到底好不好 能不能够未来做得更好 这些会纳入一些考养 然后当然要强调 这个不是短期投机的那一类 We suggest 扮演后一个两年左右的时间 两年之后 如果全球经济Vshed反弹 如果13支疫苗问世灭掉这个病毒 如果这些公司未来赚更多钱 生意做大 当然我会说你赚钱的机会 其实是相当高 然后你潜在的回酬也不会低收 非常欢迎 你可以直接的WhatsApp我 或者email我 WhatsApp号码跟email在下面的Description 还是你自己在我Facebook PM 我都非常非常的欢迎 好来跟大家聊 这一家公司 其实前几天我才做了一个 潜聊它这个8月尾的业绩 然后很快 它最新的业绩 昨天刚刚出炉了 也是非常的不错 当然我几天前的潜聊 到现在它的股价也是起着上的 这一家公司 就是Telecom Malaysia Berhad 就是TM 它的Corp 这一家公司 所以今天 因为昨天业绩是不错的 所以今天它又起了3.3% 收在5块的价位 2018年10月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熊市 它的股价被它丢到 剩下2块1毛半 也意味着两年多的时间 它的股价从2块1毛半 飙到今天的5块 如果你不算股息的话 也是标了134% 这是非常不错的 其他公司可能你会有 5年才会有这种成绩 把它在两年多做到了 非常的不错 市值 当然现在已经恢复了 它的这个辉煌 它的marketcap 现在是高达189亿 ROE 股本回酬10.26% 也是不错的 昨天公布的业绩 已经连续3个季度QOQ 都在进步当中 当然昨天的收入 QOQ还是在增加的 非常的不错 说讲到TM 大家应该不会陌生 Unify Broadband 就是它们的拳头产品 也是现在它们做到最好的 OK Unify 当然我本身也是它的用户 OK 这边要呼吁TM一下 希望你们的Unify 也能够做到越来越稳定 它的线路的品质 因为讲真 我这边有时候快 有时候慢 有这个问题 然后有时候线路 也不是太过稳定 不过他们Unify 其实这个季度的sells 还是不错 还是增加了非常多的一个subscriber 然后当然 当然他们还有做fix line咯 就是你的家里啊 你的商店那种啊 传统的电话 就是他们的 然后mobile data 当然他们有做了 就是啊 smartphone的天下 现在SIM卡哈 他们也是有了 TB box OK 就是啊 他们其实有本身的一个 TB box的一个system 然后啊 TM 1啊 TM wholesale啊 这些啊 他们都有做哈 都是他这个业务 好 然后昨天啊出炉的业绩啊 3rd quarter financial 20年 基本上是啊 above expectation 超出大家预期的业绩 因为这个季度 它的核心的净利润啊 其实来到2.9亿 OK QOQ也是增加8% 也是增加非常多 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啊 他说因为这个季度啦 那个折损啊 depreciation啊 有所减少 然后tax啊 税收也是啊 减少 啊 data的revenue啊 他卖那个data internet啊 收入是增加了8% 啊 yoy 然后他这个季度 ebitda的margin啊 也是有所提高啊 这就为什么 他这个季度 基本上是啊 非常不错的 超出大家的预期 那9个月来啊 他这9个月的净利润 是高达差不多8亿啊 OK 他的净利润 9个月赚了一个8亿 然后他也特别派了一个股息啦 就是在8月的时候啊 他派了一个6.8分 手指在去年 他是没有派的哈 这个6.8分 是今年他extra的一个dividend 因为他赚了这样多钱 当然要回馈他的股东 特别是小股东 从这9个月来 他卖data的revenue啊 也是啊 增加了yoy2% OK 他的啊 他卖这个data的收入 其实近年来是不断的在增加 那QOQ来讲啊 他的revenue收入 也是增加了4% 因为QOQ 他的voice的revenue 声音啊 他提升11% 他的data啊 2% 然后啊 QOQ 他的成本 其实tm做的不错啦 cut cost方面哈 QOQ 你可以看到公司整体的成本都下降了下来 当然我相信他也是有lay off 他也应该有裁掉一些他的员工了 没有办法 OK 如果你是之前在tm被裁掉的 因为啊 他必须要跟股东交代嘛 把他的成本啊 拉下来 然后啊 finance cost方面 金融成本哈 QOQ也是有所降低咯 也是啊 QOQ其实也有在进步当中 所以这个季度 他的unify的啊 segment啊 他unify这个产品不错 增加了97,000个subscriber OK 他的新的用户啊 所以他们目前啊 unify啊 total的这个base 有来到160万 160万个subscriber OK 160万个 当然他要配合政府的号召啦 因为政府就是要推行这个啊 broadband connection 也是啊 希望咯 未来 当然现在啊 不止在大城市啦 你可以看到很多港澎的地方啊 政府也是不断 不过要投入挺多钱 也现在需要时间啦 要去拉线啊 等等哈 拉到那些比较五路的一些地区咯 来让他们享受这个unify so tm 当然他还有一个优势 就是全马这些 你讲broadband也好啊 电话等等 整个infrastructure啊 其实大部分都是啊 tm所拥有的 这就是为什么 你会看到他的一些同行啊 其实有跟他租一些线路 OK 跟tm租一些啊线路咯 然后啊 才卖给他的顾客啦 这就是啊 有发生着的一个现象 那至于业绩展望 这一整年哈 financial20年啦 啊 其实很多分析师都提升了 outgrade了他们的这个forecast 所有分析师认为啦 这一整年financial20年 他的ebit啊 就是他的operating profit 可能会去到15亿 OK 这跟去年来比当然是暴增了哈 跟financial19 如果他今年真的啊 ebit能够去到15亿的话 我会说tm啊 终于又回到了他最辉煌的一个时候了哈 因为啊 unify其实他真的是卖到不错一下 所以啊 总的来讲哈 OK 当然股价方面 我觉得这两年多有走快一些啦 OK 他的股价这两年多已经起了134% 当然公司啊 现在ROE啊 股本回酬是不错了 10.26% 然后啊 QOQ连续三个季度啊 都在进步当中的一个业绩 那至于他啊 来临啊 就是啊 明年2月尾的一个业绩展望 我觉得4th quarter哈 啊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啦 他这个unify的这种momentum能够maintain的话 很可能哈 又是交出一个QOQ在进步的一个业绩 OK 因为他的unify真的是啊 不错啦 他的data哈 也是卖到挺多一些啊 当然啊 长远而言啊 我会啊 比较看淡一点哦 因为长期而言的话 真的是啊 对手非常之多啦 OK Maxys也好啊 TICOM 如果没有错啊 也是他的一个对手 然后mobile方面 当然他面临很多啦 Mac啊 SELCOM啊 DG这些都是啊 在mobile方面的一些竞争 所以长期而言啊 这个行业其实是中啊 充满着一个啊 相对一个比较竞争的一个大环境 所以长期而言的话 或许啊 不是那么容易了 这一门生意 OK So 讲了那么多 当然啊 最重要啊 Disclaimer四个字啊 就是买卖致富 OK 所以这是最重要的 就是啊 买卖致富 好 今天视频分享 暂时啊 聊到这边啊 最后就给你们觉得这个视频有有用的资讯啊 记得把它like跟share出去 也希望可以让更多人受惠 然后最后也要感谢大家抽出时间这边收看啊 我们再会 拜拜 我们下车都要感谢大家的资讯色